字幕 冠軍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瑞碧 今天 我人在中校東話站 應該取得到 然後呢 今天有一個算是特別的 計畫 所以人才身處在了外頭 而且不畏風雨 今天寒流看我穿的如此的冬天 就知道 我們有一個神秘的計畫 正正我們去進行 那我們就 帶大家一探究竟吧 醉酒那種 對 真的醉酒那種 我們抵達目的地了 來 攝影師 我們一進來的話 因為他們這家店的話 有個很大的特色 就在於 他們有非常非常多口味的珍珠奶茶 甚至是他的手工珍珠是超過20種喔 像是有芋頭啊 南瓜 芝麻 就是你盡可能想得到食材 他們都會納到了珍珠裡頭 就讓你在享受珍珠的過程當中 有非常多的驚喜存在 而且他們每一天都有不一樣的限定本項 像是今天是禮拜四 那禮拜四的話我們就可以看周日限定 周日限定的話有像是窗外的珍珠冬瓜茶 然後還有天地木耳珍珠蜂蜜水 還有芋頭珍珠奶茶 就是禮拜四才有的 如果你今天禮拜三來 沒有什麼芋頭珍珠奶茶 這個是沒有的喔 所以要記得要選對日子來 甚至是你每一天來都有不一樣的驚喜 可以帶給大家囉 錯過沒有 no suit 是真的是no suit 就鋪了個空喔 大家不要做這種小傻蛋的事情 我們現在就來帶大家來示範一次 要如何點餐吧 那現在看他的介面其實算是 簡單立入 就是一目了然 就知道說我們該如何去執行 那我們今天就來嘗試他們的 手工珍珠的飲品吧 點完之後 就直接選 裡頭 如果有完售的話 他們就會直接標示完售 那剩下的話 還有的都是可以提供給大家點選的 那今天來喝個黑騰珍珠奶茶 那裡頭就是非常客製化 他依舊是有的 那今天喝個熱的 半糖 確認 然後確認完之後 如果你沒有要繼續點餐的話 就直接確定 就這樣 請選擇內用 擺定 輸入同便 然後他這個付款方式的話 也是有 非常多 就是 方式是你可以做選擇 現金優卡 或者是 是 呃 非常多種類的行動支付 哦 他有歐富寶耶 要不要來試試看歐富寶 你可以試試看 好我來試試看歐富寶 這個蠻酷的哦 我們還是乖乖的用現金付款 到底在幹嘛 對 突然覺得方便紙臭的人很棒 對 真的 為了我們這麼小腦袋瓜 哈人 製造完錢之後呢 就會拿到了 發票 以及 製作單 要記得 交給櫃檯哦 這次我們那天當中出的 這麼快嗎? 太快了 它快到我們 剛剛沒有取到 你有持續嗎? 我們已經拿到我們剛剛點的黑糖珍珠奶茶 和均勻 這是阿必用滿滿的愛心替我做出來的黑糖珍珠奶茶 它的熱會很熱嗎? 其實算是偏溫的 因為其實還是會有人覺得說 拿到珍奶如果太燙的話 會不太適合用吸管 所以它溫度其實是適中的 辣 辣菜 我今天是點半糖 所以它的甜度是剛剛好 你不會覺得是過甜 然後你還吃得到 黑糖珍珠的那個黑糖的味道 然後珍珠是扎實口感的 就不會說是 咬下去很空虛 或者是你咬了會覺得很累 它是很 就整個飲用過程是舒服的 所以會讓人覺得OK 我覺得在走過來五到十分鐘 喝到一杯珍奶 是物超所思的感覺 我自己個人的話我還可以做他們這一款 天地木耳珍珠蜂蜂水 這款我非常非常喜歡 它的珍珠它是 包含了天地木耳 它就直接包在那個珍珠裡頭 所以你在吃珍珠的時候 會有脆脆的口感 這款的話我個人很推 而且它是非奶類也非茶類的 所以你有時候 就在選擇下的話 不見得一定要喝到奶或者是茶類 其實蜂蜜水蠻推的 而且又加上我平常工作室 需要大量喉嚨的情況下的話 蜂蜜水其實對喉嚨是相當好的 一個飲品選擇 今天來bubble ounce的話 已經替大家偷偷的得知到一個小道消息 大家不要講出去喔好不好 就是在bubble ounce11月16開始 到12月31號 為期47天會在新北耶誕城 賣他們的聖誕限定口味 只有在這47天才喝得到 其他你任何天去都不可能買到 在這邊也不可能喝得到 就只有限定在新北的耶誕城 會帶給大家不一樣的體驗 不一樣的珍珠口感 然後大家喜歡的話 就可以到新北耶誕城去幫忙支持一下 bubble ounce的限定口味了 我會不會讓大家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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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有沒有熟悉 bubble ounce的非常可愛的一間店 很溫馨 然後剛剛還帶大家看了一下 就是我們在體驗黑糖珍珠是如何製作出來的 這也是我第一次首做黑糖珍珠 很好玩 然後也跟其他的店家的做法不一樣 然後親眼見證我的寶寶們 稱為小寶寶 然後讓有機會 因為我不知道誰會喝到我做的黑糖珍珠 如果你有吃到滿滿愛心的話 那有可能就是我做的黑糖珍珠了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要記得來支持bubble ounce 也不要忘記了 訂閱我的頻道 下班就有訂閱鈕 喜歡的話可以幫我按個按 記得還要分享喔 那我們下支影片我們再見了 大家掰掰 lasse 支持 攝影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